你好,这里是旧事爱玩股 旧事爱玩股是由玩股网筹备发行 玩股网是全台最大的投资教学与资讯平台 成立podcast是为了让更多投资人 可以接收到正确的投资观念与技巧 成为市场赢家 嗨,我是楚狂人 今天想来跟你聊一下台大校务基金的操作情况 以及大学生现在念的书 觉得说对工作没有帮助的话 可以怎么做 我们上一集节目有跟你聊到说 耶鲁大学跟哈佛大学的校务基金 他们的投资成效 还有他们投资的方法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校务支出 是靠基金投资的收益顶着的 所以两家大学都过得很舒服 钱多得要命 他们的投资策略 我有在上一集节目跟你分享了 简单来说 主要的目标都是以资产稳定成长为主 为了避免说只投资股市要承担过大的风险 所以也都有布局各种的金融商品 他们形成一个动态的投资组合 然后每年都会根据市场状况去做微调 才能够维持年化报酬率在双位数以上的表现 学校也不用担心说通膨 开销变大 等等 反正校务基金 他们会支援的金额也会一直成长 所以你如果是想要学一下他们是怎么做的 你就自己去回去听一下上一集 看完国外的大学以后 我们就来看一下咱们台湾的大学的情况 今天找了两所大学 一间叫做一间是私立民道大学 一间是台湾大学 我们先看一下民道大学的情况 你可能也有注意到新闻 私立民道大学因为经营不善 所以然后再加上这个少子化的原因 所以说出现了严重的财务问题 所以预计在2024年7月就要关门 那为什么会做大学做到倒闭呢 其实可以从他们的财报看出来 原本学校预计在2021年 他们的总收入是4.9亿 但是实际最后收到的钱是3.3亿 就少了1.6亿了 其中主要的来源 就是主要收入来源是学杂费 从预期要收2.3亿 然后最后只收到1.7亿 这边就少了6000万了 然后有的收入 就是其他的一些收入加一加 也有另外少了1亿 所以总共收到的钱 跟预期可以收到的钱 差了1.6亿 那开销原本 它是跟原本预期的收入是差不多的 所以实际的收入一短少 就变成说大幅亏损了 就是在2021年就负债1.5亿 而且它不只是2021年 这个亏损了1亿多 它在前一年 20年呢 也亏了4000多万 所以这样下 这样亏下去还得了 两年就亏2亿 难怪会关门 好 这个是明道大学的情况 好 台大的基金的投资原则是这样 它主要的目标呢 是放在要投资报酬率 或者是现金配息的这个殖利率 要高于4% 然后选股条件呢 他们就是很强调 投资要符合那个ESG的公司 然后对于一些 有可能影响效益的这种公司呢 他们就通通不要投资 例如说烟草公司啦 军火公司啦 酒类啦 然后黄赌毒都不要碰 那长报具有成长型 或者是高配息 跟符合ESG的公司股票 或者是ETF 这个是他们的投资策略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他们的持股 这个挺有意思的 除了一些大型全职股啊 就是台湾50的成分股 这种大型全职股以外 他们还有投资一些生计股 那这个我觉得都没什么特别的 不会出乎意料 那我说很有意思的地方在于说 他们竟然有投资 中国大陆的四大银行中 就是四大银行中农工件嘛 那其中的三家 然后呢 也有投资像中国平安 还有上海汽车的股票 金额大概加起来一亿多 这个就让人比较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那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想乱猜 反正就是发现这件事情 有点跟想象中不一样 所以就也拿出来跟你分享一下 好 他们其中啊 投资股票最大比的是台积电 持有大概八亿多的股票 那之前 就是去年还今年 反正就领到了1500万左右的配息 那这个不知道算不算多啦 那因为1500万 你如果说是base很大的话 其实也不算多 那对一般人来说当然是很多 所以呢 要看总支出收入占比才知道 那台大的全年收入占比 最高的分别是这个教学收入 还有其他业务收入 大概各占44% 年度总收入呢 180亿 其中政府就补助了70亿 其中 其他大部分都是什么学费收入啦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有的没的收入 那其中 投资收入啊 占了3亿多 所以 刚刚讲说总收入是180亿嘛 现在讲投资收入是3亿多 3亿的180亿就是 总 等于是占总收入的1.6%而已 所以结论是什么呢 结论就是说 为什么台大可以活得好好的 明道大学却死掉了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台大拿补助拿了70亿 明道呢 这个 一年只有5000万 好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台湾大学的学生跟学费都没有变少 因为反正 啊 虽然说少子少子化 但是不影响台大招生 因为大家都还是会想办法往往前面挤嘛 但是私立大学的影响就很大了 那明道大学是根本没有什么投资收益 那台大的投资收益啊 其实以比例来说也很悲剧 跟哈佛耶鲁来说 这个就是他们是顶超过三分之一的开销嘛 而且他们还年年越给越多钱 这个我觉得跟哈佛耶鲁比起来啊 我觉得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那台大的长报机优股投资法 我看起来就是长报机优股投资法了 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好学的 因为这个东西只适合大资本来做 好 这个是跟你分享的 第一件事情 第二个想要跟你聊的事情啊 跟投资没有什么绝对的关系 不能讲没有绝对关系 是没有关系 但是呢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 不会亚于任何一个投资的观念跟技巧 这个事情啊 是我最近想通的一件事 妈的这件事情真的很重要 那什么呢 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老婆不能乱娶 以前啊 我们不是都讲 男怕入错行 女怕嫁错郎吗 所以女生如果嫁错人 那个就真的是很悲剧的事情 这个我们完全都理解 那我身边 还有包含我自己 就是亲朋好友啊什么的 其实都有碰过 不管是父亲或者是丈夫 家暴的情况 所以呢 我跟我老婆啊 每次看到这种家暴新闻 或者说听到身边 又有人家里不知道为什么会传出来说有家暴的事情 都会互看一眼说 还好我们生的是两个儿子 相对来说 虽然说不是不可能 但是相对来说被家暴的几率小很多 那我身边有生女儿的朋友呢 也都会很担心 以后如果遇到他妈的家暴难怎么办 但是这几年我发现 男生娶老婆呢 不是说就没什么风险 其实也是高风险 老婆没有娶好啊 那个真的是人生毁灭 事情是这样 我身边很多男性的亲戚跟朋友都是这种情况 就是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反正他就是赶快娶了老婆 娶了老婆以后呢 就开始过着如同地狱般的日子 有的人是这样 他在家里会被嫌弃 嫌弃的理由各式各样 有的是嫌他赚的钱不够多 有的是嫌他不够体贴 但其实听他讲起来 他做的那些事情 我觉得已经很体贴了 有的是嫌他不够爱干净 还有各式各样奇葩的理由 另外有的人呢 是出去外面工作 跟或者是应酬 或者是学习的时候 就被老婆嫌弃 就是不是嫌弃 就是被啰嗦了 那即使他不是去什么逃色场所应酬 然后他也没有影响到家庭 一样会被啰嗦 然后我这些男性的朋友们的压力就非常大 周末铁定是不可能约他出来的 连周间的晚上基本上也不可能约 因为只要周间的晚上不在家 那马上就是 这个很可怕 夺命连环抠 一下子没有接到电话 或者是 可能一阵子刚好没有看电话 然后就发现有可能30个未接来电 这个压力超大的 所以要约就只能约周间的中午 不然回家呢 他就会被勤勒到死 那赚钱赚不够多的这种类似的情况也很悲剧 而且呢 有的情况是什么 我有听过 我朋友啊 他们是 其实赚的真的是不算少 你在哪里比都不算少 他一年呢 总有拿个几百万回家 但是还是会被嫌说比不上其他那个谁谁谁的老公赚得多 那也有人是在家里休息看剧的时候 老婆就突然飘出来一句 有那个闲工夫去看剧 你不会多花点时间想办法赚钱啊 所以在家里的地位呢 大概比宠物还要低 宁可工作加班到半夜 他也觉得比回家舒服 然后回家会比觉得说要去上班的压力更大 我觉得听了都是不寒而栗 那这种事情其实很惨 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 他都是当老板的 他要扛公司盈亏压力已经很大了 结果没想到回家压力更大 他等于是一天24小时都不能放松 搞到人都要神经病了 所以他们就时常跟我诉苦 那我之前有说过嘛 那我这个人呢 向来都是劝离不劝合的 对你没有听错 就是劝离不劝合 因为我始终相信啊 取错人或者是嫁错人 就跟买到地雷股一样 最好的方法绝对不是闭上眼睛当没事 而是要赶快停损 然后我身边就分成两种人 有一种人呢 他是真的就毅然决然停损了 离了婚就是去离婚了 离了婚以后呢 100%都比原本过得要好很多 这不是相对多数哦 是100% 后来呢 再约出来 什么时间都可以约了 然后约出来的时候 吃饭聊天就看到 他们已经恢复朝气 也没有什么在抱怨 日子过得比原本好100倍 那另一种人就是舍不得停损的 舍不得的理由 当然也是有100种 好比说孩子还小啦 或者说也许他未来会改变啦 都结 或者说他他们都结婚这么久了 就再撑一下吧 等等等等的 但是我自己也是问题家庭长大的 然后我爸就时常不在家嘛 在家的时候就时常骂我妈 在我爸不在家的时候 其实我就像单亲家庭的孩子 就是我是我妈一手拉拔党长大的 那我爸在家的时候呢 我就是那个夫妻 关系不好的这个家庭的孩子 那所以两种日子我都很熟悉 那比较起来啊 我会觉得单亲家庭比父母 适合要好太多了 为什么 起码对我来说 就是以我是小孩子的身份的时候来说 我不用在家里 也要提心吊胆的过日子 那这种拖着不离婚的 他们就是三年五年十年 然后重复在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所以呢 我就想通了 想通什么事 想通说 反正啊 我以后我会 就是我持续有在教我儿子一些投资观念 跟一些职场上的应对的一些事情 所以未来他们要过 中上的生活 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唯一的风险 就是娶到不适合的老婆 然后他们又脑子坏掉 因为这个理由 因为那个理由 搞到舍不得离婚 最后人生毁灭 我之后呢 我就预计要常常跟他们灌输 要如何娶到好老婆的这个观念跟方法 避免踩雷 但是娶老婆跟投资一样 就是好老婆有很多种 就是好老婆的情况有很多种 我很难一一列举 而且适合每个人的好老婆也不一样 所以我会用查理蒙格教的方法 把事情反过来想 总是把事情反过来想 如果我没有办法精确定义 如何娶到好老婆 然后要做到的这个条件 起码我可以跟他们说 你们不要做哪些事情 可以降低他们娶到地狱新娘的几率 所以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闪婚 我几乎所有这个 就是什么闪婚 大家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认识很短时间就结婚了 包含了可能像几个月就结婚 这种也算闪婚 我身边朋友 几乎每一个闪婚的都没有好下场 认识半年内就结婚的 即使一开始一两年 可能又忙着生小孩或干嘛干嘛的 还过得OK 但是久了以后也都一定会出问题 然后你看演艺圈里面闪婚的 后来也都是不是离婚 就是传出一些不好的新闻 因为婚姻是要两个人走一辈子 一定要互相支持 互相了解 互相包容 但是如果认识的不够久 很多他的特性 这个人的特性 他其实都还没有显露出来 还认识的不够深 所以就不会知道这两个人适不适合 所以第一个不要做的就是闪婚 第二个不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这两个人没有一起长期住在一起过 理由同上一点 既然以后要跟这个人住一辈子 那起码先要住一阵子试试看嘛 起码先至少在一起住个半年再说 婚姻中很多的纠纷 就是生活习惯不同造成的 好比说一个人很脏乱 家里随手就是在丢食物 或者是什么垃圾乱丢 也不是每天要丢垃圾的 所以蟑螂乱飞也觉得无所谓的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人呢有洁癖 如果这两个人结婚 铁定两边都会很痛苦 那这些生活习惯 都是只有出国度假几天是看不出来的 或者即使看得出来 也会觉得应该还好吧 我应该可以接受 或者说他应该会调整 但其实未来都会过得很惨 好第三个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没有跟对方的家人混熟 因为婚姻不只是两个人的事 时常是两个家庭的事 而且几乎每个人的三观 都会受到原生家庭的影响 所以如果没有提前 就时常去对方家里串门子 就不知道对方家是什么情况 对方家人是什么情况 很可能你其实并不了解 你结婚的对象的价值观是什么样子 举个例子 像我岳父母的价值观就是很正直 他们绝对不会去占人家便宜 甚至宁可自己吃亏一点 然后也比较节俭保守 所以我老婆也就是这种价值观 她就是生怕麻烦人 生怕欠人钱 生怕欠人人情 然后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我买名牌包给她过 第四个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没有事先沟通过用钱方法 跟投资方法跟教育理念 因为这个也是未来最容易造成家庭失和的原因 一个人就是手很长 乱花钱 一个人就是节俭 然后很保守 两个人在用钱方面就一定会有炒不完的价 投资方法也是 一个人可能就是借钱来做高杠杆商品的 另一个就是把钱塞在床底下的 他连放银行定存都觉得不安全 觉得银行会倒闭 这种超级保守的人 这两个人结婚一定之后也是天天在炒 最后就是小孩要怎么教 这个也是可以荣登夫妻吵架前几名的导火线 所以用钱方法 投资方法跟教育理念 这三个没有达到共事以前就结婚 我觉得就好像是住在地雷区旁边一样 也许一不注意家就没了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不要做的事情 就是去找跟我们自己家里环境差太多的 好比说去找这种顶级富豪的千金 或者是去找极度贫困家庭的小孩 我后来越来越觉得 这个古时候讲说门当户对 这件事情其实蛮重要的 为什么 因为差不多的家庭情况 会养出来差不多三观的小孩 当然偶尔会有特例 但是大部分情况三观会差不多 就是所谓的正常人 但是如果家境差太多 就会发生那种 其实两个人都没有错 但是因为差距太远 最后就搞不完的情况 随便举例 例如说一个人他可能觉得 一个平常日的午餐 花个两万块吃饭算是很正常 这个对百亿富豪千金来说 他真的觉得很平常 他也不算乱花钱 因为花的钱对他这个家庭来说 真的是毛毛雨 但是对一般人来说 都觉得他一定是疯了 类似这种情况 好 我先想到这五点 我之前有说过 这个人生不是单一面向 不是说你只要工作好就好 你还要家庭的关系好 你还要自己本身的这个状态要OK 这才是完整的人生 才是一个好的人生 那三折里面只要有一环爆掉 就会形成破口 其他两边很好 也一样会过得很痛苦 随便举例 一个人他可能高收入 年赚上亿 但是家庭破碎 老婆找小王 儿子呢 做坏事坐牢 他一样会活得很痛苦 或者说另一个人 他可能收入好 家庭也好 但是自己身体坏掉 得了糖尿病 然后还得洗剩洗一辈子 那这个人呢 他也一定活得很痛苦 所以真的就是三个方面都要顾好 而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老婆没有娶好 老公没有嫁好 那个真的是人生毁灭 我这几年啊 越来越觉得说 家庭的重要性 不亚于工作赚钱 但是其实我们的教育 从来没有投入资源 在教这一块 就好像没有人教我们投资理财一样 我觉得这实在是莫名其妙 不过不打紧 反正我自己呢 现在会开始时常教我儿子这一块 平常也会时常示范 要如何经营夫妻关系给他们看 我觉得啊 现在我自己会有那么一滴滴的小成就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很好 他就是平常不会带给我负能量 所以想通这一点 就想说也赶快来分享给你 希望对你有帮助 好我们主题先讲到这里 接下来看一下听众的回馈 他说楚大 今天刚听完您的podcast 对债券的知识又多了解了一点 也感谢您分享体验的重要性 前几天啊 跟女友去逛市集 通常不会参与摊位的DIY活动 但是这一次呢 就想说楚大说体验很重要 所以就跟女友去试试看 没想到现在看前几天的照片 都还是感觉很值得 最近大学在其中考 那我在念书的时候发现啊 读的东西好像跟我未来找工作 我都没有相关性 有时候觉得读大学 好像真的只是拿毕业证书 感觉大学最有用的知识是 楚大podcast跟我出 跟我去学校图书馆外界的书籍 所以想要请您 给现在大二的学生一点建议 或许我现在多做某些事 在大四毕业之后也可以继续运用的 我现在多做某些事 在大学毕业后 还也能够继续有有用的这个知识 或者是建议 最后也感谢您给的运动建议 现在我每个礼拜有三天会去运动 跑个七八公里 感觉身体比以前更健康 在考试期间也能够睡得很好 很高兴听到你的反馈 听得出来 你的确有从我的podcast节目里面 得到不少收获 每次收到这种反馈 我都觉得真好 我每周硬挤出时间来做这个节目 是真的能够帮到人 是有价值的 你问说觉得读的书 对于你未来找工作没有相关 所以呢就问我说 现在是不是可以多做什么事 才能够在毕业之后 也能够持续用到 我不确定你的意思是说 现在读的书 对未来找高薪工作有没有帮助 还是说对未来找工作有没有帮助 因为如果你问的是 要如何在大学准备好到毕业 就可以找到高薪的工作 那你的做法会是一种 但是如果你说你只是要对未来找 一般工作 你的做法是另一种 好没关系 反正我就试着讲讲我的看法 你就参考 如果你问的是高薪工作 那我会建议我们不能从 读的书这边开始去想 要反过来从高薪工作这个东西开始往回想 就是史蒂芬科威说的 以中为始 从目标去回推 你先去找一下市面上 所谓的高薪工作有哪些 然后要能够做这些工作有什么门槛 你现在读的书是不是毕业之后就可以达到这些门槛 那很可能你从目标回推之后 会发现说原来不是你大二读的书 对拿高薪没用 而是你整个科系都赚不到钱 最后的结论竟然是要想办法转系 可是这其实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因为现在海湾的职场 有几种高薪工作 我这边随便举例 有可能会漏 一个就是医师 一个就是工程师 一个就是金融相关的 其他的都是过得比较辛苦 然后薪水也不高 所以如果你念的不是医学院 不是电子资讯学院 也不是商学院的话 你想要毕业没多久 就能够拿到不错的薪水 可能你真的得要考虑转系 尤其是很多薪水天花板 真的是超低的 你花四年念这个系的投资报酬率 奇低无比 就变成说只是为了念而念而已 你说觉得读大学 只是拿毕业证书 这句话其实就是有bug 因为拿了没有什么出入的科系的毕业证书 一样没有意义 拿了跟废纸一样 这个东西是战略问题 我们先肤浅的假设 人生赢家的定义是赚大钱好了 这不一定是对的 所以我说肤浅的假设 那要怎么样达到这个目的呢 得到一份高薪收入是一个可行的路 但是如果高薪收入要的条件 你毕业后依然达不到 那就代表说你毕业后 你只能去做一些非你本科系在做的工作 虽然说非本科系在做的工作 不一定赚不到钱 例如说很多人他做业务可以赚大钱 但是这个就违反了打胜仗的第一要务 就是发挥你的优势 降低你的劣势 我这边举个例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马歇尔计划 就是在几十年前的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是这个样子 以前美国苏联在冷战时期 他们就在不同的领域上较劲 苏联先踏出地球到太空 然后美国就要先登上月球 苏联先发明一个军事上的科技 美国就要发明两个赢回来 但是后来就是美国有人发现说 这样搞下去似乎搞不完 有两个国家都是第一强国跟第二强国 然后就在那边斗来斗去 这样斗不完 搞了很多年了 就去思考说要怎么办 研究之后就发现 为什么美苏之间会就是缠斗不完呢 因为几乎每次都是 苏联先发动某一部分的竞争 取得一定成就 取得一定成果之后 美国看到才开始追赶 然后后来赶上 但是赶上之后 苏联又开始弄另一个东西 那美国只好再次去追赶 所以就想到说 为什么美国每次都能够后发先制呢 原来美国有一个独有的优势 就是苏联没有的优势 在科技研发技术跟资源上面 是比苏联强的 所以反过来 就是说 如果美国能够在 他们比较强的这个优势上面 再去加强 就是他继续花更多的资源 去钻研科技 那苏联要重新追赶过来 就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所以美国就开始 从科技研发这个点切入 然后苏联就越追越累 然后越来越赶不上 十几年以后 苏联就是所有的资源 都花得差不多了 然后苏联解体 美国就确定成为 世界第一强国 好 故事说完了 其实我要表达的就是说 你要去扬长避短 这四个字 回来说你的情况 你大学四年念了一个专业 那这个专业呢 就应该能够成为你 比非这个专业的人 更有优势的点 合理吗 因为你都花了四年 在搞这个东西了 所以对你来说 好的战略 就是把这个优势去扩大 去碾压 非专业的人 所以我为什么问你 你现在念的科系 是什么东西 这个科系 如果念到经 是不是就能够 找到高薪工作了呢 如果不是 那最优解 其实真的就是 直接停损 而不是把这个科系 把这个科系 继续念下去 然后最后拿了一个 完全不会加强 你优势的毕业证书 然后转行去做那个 跟你大学学的 完全没有相关的职业 所以你在那份工作里面 就跟其他 他就是 就是反正 例如说做业务 你做业务的人 不管你之前的大学 是念什么 其实大家的出发点 都差不多的 没有任何人 有任何优势 你不管你是 英语系的 还是资工系的 还是医科的 那你去做业务的话 其实是差不多的 都没有任何优势 当然也有可能 你本来就是在念 电资学院了 然后大二的课呢 他教的东西 你觉得以后用不到 因为我也只有念过 电资学院 我自己是资工系的 所以我这边 可以经验分享一下 你讲别的科系 我真的是不知道 你不用担心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经验是 大学教的很多内容 以前觉得这个东西 太打高空了 就太理论了 以后根本不会用到 但是后来 发现说 做到更高阶的东西 其实真的有差 这边举个例子 那我这边 因为我距离大学 有一点点久了 所以说如果 解决东西有一点错呢 那大家不多包涵 就我印象讲 就是例如说 我们那时候会学一些数学 什么资料结构 不是资料结构 离散数学 然后线性怠数 然后工程数学 等等 他会学一些数学 微积分那个就不讲了 或者是他会去学资料结构 演算法 那本科系的人 就资工系的人 跟外面那种 你知道有那种 什么三个月半年 补习班 教写程式出来的 他的那个水准 是真的是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的 亲身经验分享 最后你说 觉得在大学学到的 最有价值的是 我的podcast 跟这个图书馆界的书 这个我觉得听起来怪怪的 因为无论是我的节目 还是外面的书 其实都不是你只能在大学的时候学的 你如果担心无法学以致用 你应该多从教科书跟老师那边学东西 我的节目是另一件事 我不会说我的节目比大学教的东西要更有价值 因为两个东西本来就是对不同人来说价值是不一样的 好比说我的节目没有办法让你听完就成为一个医生 因为那个必须要上完医学系才能做到 但是反过来讲 你上完医科 你也学不到要如何在投资理财路上成为长期赢家的方法 所以这两件事情不应该在一起比 它应该是相辅相成 不是比说你比较好我比较差 因为它没有什么你比较好我比较差的问题 好这个是回回复你的这个问题 好那我这边也跟新的听众说一声 我很欢迎你留言给我来互动 然后你觉得节目对你有有收获呢 你记得要给个五星 不一定是投资理财的问题才能问 你也可以问我一些工作上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或者是个人成长的问题 因为我自己在工作跟这个家庭经营啊 都算是我认识的人里面处理的算是比较好的 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跟看法给你参考 当然不一定百分之一百能够符合你的情况 但起码对你来说 多一种看法可以参考 只有好没有坏嘛 好啦那我们今天节目先讲到这里 OK就这样拜拜 拜拜 拜拜